表姐 我们吃个下午茶吧 吃什么 肉夹馍 呢 一个要十块钱这么贵 还不如自己做 你会吗 不就是做个肉夹馍吗 我应该可以吧 希望你可以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块 肥瘦香煎的五花肉 来把它清洗干净 要有模有样 那我帮你吃个葱姜霜吧 我今天用的是朝善的卤肉方法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采用最朴素的混乱方式 这是我们朝善的秘制卤料 做出来飘香十里 隔壁小孩都常哭啦 把它装进砂袋里 装好打了一个可爱的结 放进去 把生抽堆进去 再放点老抽上颜色 花甜的终极卤肉秘诀 加点白砂糖 等它这个中午煮好 表姐那里煮好了 你不要过来煮 咕咚咕咚咕咚 趁这个肉在煮的时候 我们去把馍给搞定 蒸个十分钟 好热 天啊真的是太香了 这个肉 你看炖的又软又辣 一定很美味 OK终于来到最后一步 把肉塞进馍里 这一口下去一定超满足的吧 香烹烹的十个肉加馍已经做好了 表姐我来了 跟你让我试一下 快快快试一下好不好吃 我的独猛蜜吉呢 哇 哇好好吃啊 那个肉煮的很爽很烂有没有 真的我好想把饼伸出屏幕 让你们吃一下 我表姐说 哇可以去摆看了 表姐我这么夸你 你能不能炸给我一个吃吗 不行剩下的我要给小熊吃 那那起码冲加串 还是我帮你弄的呢 小熊他什么都没弄 大熊 我非常很烦 我来给小熊吃 有没有 你们吃